在美西地区第三届的慈青联合毕业典礼 由各地的慈青、慈少跟家长 大约103人演绎父母恩重男报经 让孝顺的美德深植心中 培育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终于走到了这一刻 包括了UCLA、尔湾、圣地牙哥和圣迪马斯等大学慈青、慈少和家长 很难想象他们几个月来从没有在一起排练过 像UCLA也是一样 他们就在他们的campus自己练习 所以这困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各自练习 然后我们才会这是第一次的总彩排 繁重的课业很难凑在一起 大家只好各自练习 但体会不曾减少 我有演亲情跟保安 就是在练习过程中 其实就会更体悟说 爸爸妈妈父母对我们的那种呵护 然后那种就是会很感恩他们 当中还有道地美国词亲 不懂中文更别提艰涩的经典 你明白吗? 你为什么叫我? Ashley是告诉我 你有个选择的吗? 这有很多工作 我希望大家会喜欢它和感受它 总彩排看见慈亲们的用心 其实演出是其次 他们深入精脏 共修 有所成长更重要 就是这一出戏的意义 还有意思 我觉得对小孩的帮助蛮大的 月底要登场的慈亲毕业典礼 这一出父母恩仲难报经 想必是最完美的据点 大爱新闻之善美志工 李美雪 陈清旺 美国报道